台民众对蔡英文当局忍无可忍,大陆直接武统吧! 海外网2月22日电春节期间,蔡英文副岛内多的活动,但每到一处,都遭到民众的强烈抗议。 蔡英文21日出席2018大陆台商春节联谊活动时称。 对此。 对此。 有台湾网民直呼,看来两岸要破冰只有等她下台了,建议大陆直接,武统,一劳永逸。 据台湾疯传媒消息,蔡英文当日还说,面对两岸的心情是,我们始终坚持承诺不变,善意不变,不会走回头路。 事实上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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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蔡英文地震后去医院看望受伤大陆游客,若能对陆克誓出善意,说出两岸一家,至少可以让杰丁的两岸关系出现裂缝。 更有网友称,蔡英文,自己从就职时就放出恶意,然后一直要别人释出善意,这脾气真是傲娇,没有,九二共识,一切免谈。 蔡英文被数十名暗装层层包围。 连日来,蔡英文每到一处,民众都会用疯狂抗议表达对台当局的不满。 蔡英文18日到嘉义市城隍庙残败发福带,安保人员担心抗议人士突破封锁线,不仅团团围住蔡英文,多名便衣警察也不断排在领福带的队伍中,以掌握,制止抗议人士。 蔡英文被安保人员包围。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,嘉义市警方在城隍庙庙周边配置大批警力,发放福带时蔡英文身旁更包围数十名身穿白衣的安保人员。 此外还有许多保安,警察身住便服,穿梭,隐身在排队人潮中。 一名基层警察事后坦言,蔡英文之前发放福带已有多处抗议,如今保安又收到疑似抗议请资,甚至有人放话可能要放炮,因此才安排这么多,暗装,插在领福带的队伍中。 民众局五星红旗抗议蔡英文。 除了嘉义市,蔡英文近日赴台南期间,包括反年改、全民拔蔡总部、退休警察等团体约一、二十人,带住蔡英文下台标语及五星红旗,提前一小时到场准备。 但警方却出动上百人,以人海战术包围,把民众推到200公尺外的陈抗区,抗议人士高喊蔡英文下台等口号,而驱车到达的蔡英文根本听不到。 当天,蔡英文比原定时间晚了15分钟不说,安保系统还临时变更警卫路线,未必开抗议团体,改从公园路下车步行走窄向通过。 多数民众抱怨,怎可以走小路呢,太丢脸了吧。 也有警员私下抱怨称,警卫路线早已规划好,除非万不得已才会临时更改,但遇到抗议团体抗议就临时更改,实在让人捉摸不定。 周边海外网 猪肖